Hello 大家好,我是阿莎 YoYo 陳志堯昨天已經開了自己的Youtube 頻道 反映非常成功 短短半天的時間已經過萬個訂閱 影片衝破了4萬的觀看 對於一個新進的Youtuber來說 簡直是一個很好的成績 藝人當中簡直是一個創舉 15分鐘的影片除了講最喜愛角色動靈之外 她也提到她的女兒喬喬 陳志堯暫時表示無意分享太多和女兒的日常生活 而之前喬喬之所以出現在抖音 是因為女兒用了自己的手機出現在抖音之後 初五上載完全誤會一場 陳志堯表示她很想小朋友專注在自己的學業 以及希望她可以和其他普通小朋友一樣 不希望把注意力集中在她身上 之後陳志堯有提到覺得20歲和30歲有什麼分別 她就說自己20歲的時候比較傻 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到30歲結婚生小朋友的時候 學習怎樣做一個媽媽 到39加1她就覺得自己更清楚了解自己想要些什麼 以及應該怎樣走 陳志堯有說最喜歡現在這個階段的自己 原因是成熟清楚自己想要些什麼 雖然Yoyo指這11條問題是觀眾最想知道的問題 但其實很多網民花生友都很想聽她說現在的婚姻狀況 我阿沙覺得別傻了你們 懂得玩當然不說了 說了就沒有了神秘感 我阿沙本人是她的鐵粉 自從那些我愛過的人就開始喜歡看她 留意她在IG直到萬千聲費頒獎典禮那一刻 覺得她的表現非常表露真我個性 繼而成為成忠熱華 她亦很聰明能夠承著個世 繼續發展她的社交平台 在IG頻頻出相片 開抖音現在還開了Youtube 正所謂有智慧不如趁世 希望她一路有新搞作 等我的鐵粉或花生友有多個柴魚飯後的話題 現在到目前為止 她的形象都非常正面 由於我是一路有研究八字指平命理 我今次就開了她的八字來看看 以下就是我根據她的八字喜用神 建議她在Youtube頻道建立個人的聲網 作為一個女人當志強的典範 第一個建議我開了她的八字 她的五行用神就是要用木火 這件事她自己也知道 所以她的畫面呈現粉紅色的Theme Color 又或者經常穿紅色 其實紫色也適合她的 綠色也適合她 因為五行叫木火 木的五行就是綠色 但穿綠色就不漂亮 而且整個畫面綠色也不好看 但怎樣可以在她的粉紅色的Theme Color 加一些綠色的植物 但放在哪裏呢 放在畫面的左下角 因為右下角的YouTube Thumbnail 有個時間的 就會遮蓋了這個Logo 遮蓋了一棵樹 所以如果她能夠在這個粉紅色的 這麼漂亮的畫面 這麼夢幻的畫面 可以在左手面放一棵綠色的植物 可以助往她的人氣 而且YouTube懂得玩的話 她的Thumbnail 你做得這麼漂亮 這麼有顏色色彩 你會令到原本不太有興趣的Yoyo 因為看到畫面都會按進去看 OK 第二個建議就是成中熱華 她自己未必可以天天都成為成中熱華 那你就要藉著當時在你出片之前的幾天 究竟什麼是當時的熱華 現在最近這段時間 當然有些人在說Eileen近晚 你可以去花虛那裏 因為選擇花也是你用神 五行是木 建議你去花虛那裏買花 帶蓮絲牙一起去 待會我告訴你為什麼 你就可以選擇桃花 跟別人分享 選擇桃花應該是選擇花枕 顏色幾大棵 價錢幾多 又可以選擇水仙 買回去的水仙如何準備 過年 也可以買劍蘭 買完之後就回去家裡插花給人看 這些就是這段時間的熱華 很多人都會搜索這些主題 你的標題也可以教人 如何珍望人緣和桃花 雖然你結婚 難道你教人追求什麼 那不是 但你作為一個演員 又或者網友 他們打工做生意 其實都需要人緣 你可以選擇花回去 然後你就可以慢慢插 然後製作一棵桃花 佈置一下家庭 新年家居 還有年薄洗辣搭 這些家居 在YouTube的世界裡 如果你只是想分享你作為演員的資訊 其實市場是比較窄的 所以如果你可以分享你生活 家居有些冷知識 一些生活智慧 你就可以除了吸納一些 喜歡娛樂八卦新聞的人 其他男性或女性的觀眾都可以吸納到 而且很華人社會 如果過年的話 這個主題都可以將觀眾群擴大 但我又留意到 這個頻道暫時 我相信男女的比例 應該是女觀眾佔七成 男觀眾佔三成 但如果你可以分享這些生活智慧 你的群網絡層 觀眾的網絡層 Demographic 可以更加擴大 第三個建議 就是賀年食品 都是現在的城中熱話 可以到街上買菜 別人見到你真實那一面 平時很多你的觀眾 可能是女強人 美美女上班 但事實上 你真的回家 都需要陪工人去買菜 之後你回家煮 因為你所需的五行 喜用神 除了木之外 亦是火的 和主食有關 都是可以助往你的人氣 我不知道他有沒有工人姐姐 如果有工人姐姐的話 你就可以和網友分享一下 你怎樣和工人相處的經驗 和大家分享一話 為何我會叫他介紹和工人相處呢 因為他現在還是無線的藝員合約 而他現在還是貼著 他的另一半身份 其實說話是有很多禁忌的 如果你是可以說一些關於你自己 又不會影響到其他人 亦都是一些生活的冷知識 好像你和你的工人姐姐相處得很好的 和觀眾分享 亦都可以表現到你自己好的一面 亦很多網友都想知道 第四個建議 由於他的用神是木火 在YoYo八字裡 其實他的女兒並不是他的用神 不是特別幫到他 你千萬不要讓女兒經常出鏡 所以長期出鏡 會影響女兒的成長 亦都會對自己的家庭 作為父母有很多憂心 所以就有這樣的情況 但你絕對可以單拖 說一下你和你的女兒的相處 或者小朋友應該看哪一類型的書 你的女兒你怎樣和她相處 她臨訓之前你會說什麼故事書給她聽 又或者你女兒考幼稚園考小學的時候 要求作為父母的你 經歷什麼心路歷程 那需不需要到什麼 preparation 或者你信不信贏了起跑線 說一下她開學 又或者她在interview的時候 見幼稚園或小學 你自己的安排 又或者作為一個星媽 你自己是一個明星 又或者是artist 你自己的女兒去讀書的時候 你自己會遇到什麼困難 還有你是作為一個演員 那你怎樣分配時間 你的時間管理 怎樣和你的親子關係相處的時間 那些網友都很喜歡聽的 第五個建議就是 千萬不要提起你的婚姻狀況 因為其實人們越想知道 你就越不說 就越引起他們的好奇心 保持這種好奇心 那些人就會替你不值 對你有少少連香蜥肉 覺得她糟蹋了你 但如果有黃浩信 或者芥蘭花 江門米線 有什麼新聞 都關你的事 那些人很想看你的反應 看你怎樣表態 其實你不表態到已經是一種表態 你仍然在鏡頭 活得比別人精彩 激死他們 就好像當晚 萬千聲揮頒獎典禮 人家明明拿了事後 但沒什麼人報導她 就算報導她 也不是好事 千萬她做的事 你就不要做 例如阿西蘭花 她喜歡好名牌 貪慕虛榮的港女 你偏偏說怎樣持家有道 一個女孩 貴為一個明星 自己懂得怎樣理財 這樣你也可以引導 第六個建議 第六個建議 就是講一下你怎樣理財的影片 這些可以吸引到保險公司 銀行可以找你做贊助和廣告 說一下雷雷可以吸引到親子的產品 說一下飲花茶、養生、保健 就可以吸引一些女性產品 看YouTube 純粹用她給你的廣告 賺錢是賺不到什麼錢的 能夠吸引到贊助商 去找你才賺到真錢 但千萬不要每個廣告都接 因為廣告其實很花你的時間 很多限制會影響你經營YouTube行動的進度 如果價錢不合理的話 就考慮一下 不要只廣告都接 沒有幾皮東西的廣告也不要接 以你現在的人氣 如果再厲害一點 過十萬的廣告費都可以 再厲害一點 如果你能夠去到大陸做一些綜藝節目 幾十萬成八萬的廣告 耐日方長慢慢來 總之一定要保持健康的形象 推銷你健康的lifestyle 做瑜伽、閒山、平日如何護膚 吃什麼健康產品 如何趁衣服、買衣服 說下你喜歡什麼類型的音樂 Jazz、Classical、Pop Music 甚至Opera都可以 說下你入行經過 說下你拍電視劇集的趣事 大把廣告箱等著找你 隨時你的產品放在你的影片 直入式廣告都可以賺到錢 第七個建議 邀請嘉賓 我看了Yoyo的八字 連絲瓦是你的貴人 因為你的五行需要木火 但連絲瓦八字裡很重目 可以助往Yoyo的人氣 間進出一兩集 Siga上去YouTube頻道 說說女生的話題 說說女生和女生之間的友情 叫Siga唱歌 其實Yoyo的八字裡 也有連絲瓦所需要的容神 但黃翠瓦都可以旺到Yoyo 但不及連絲瓦的八字 是這麼旺的Yoyo 所以你們三個可以經常在拍片出現 也可以找一集跟連絲瓦去健身 一起穿得性感和健康 一起打摔角 視覺上很好看 健康得來有笑話題性 其實Yoyo的八字是不適合養狗的 因為我不知道她的狗Anna 仍然是否在 但若狗仍然在 若狗仍然在 若狗仍然養到八年龜佬 離開後 就不要再養狗了 因為狗在八字裡 合作了一個寄神局 養貓是可以的 若你本身家裡有狗 養貓都還可以 因為貓五行是木 就可以助往牠 第八個建議 就是事先張揚 要好好利用傳媒 現在仍然對你有興趣 每次臨出片之前 你可以在IG 或者Youtube 在社群上 都可以事先張揚 你會上載一條影片 引起大家的關注 大家就有期望你的上載 包括我 我也是你的鐵粉 然後你就好好利用這些宣傳工具 所以你每次想起 這個題目是非常重要的 我相信你背後有一隊隊 是跟你一起工作 現在我建議你 如果你去花墟買花 你就想起一條題目 是同助往桃花 即是增加你的人緣 除了是你自己之外 其實觀眾也很希望 你怎樣教他們 可以增加人緣 買桃花 怎樣插花 五行的木 都是旺你的 那你和你的團隊商量一下 第九個建議 就是最少一個星期 出一條片 要保持人氣 而且你要重視 你的觀眾群 他們的留言 就算你沒有時間 每個人回答 都好 因為你做Marketting 你就是要知道 喜歡你那些人 他們是想看你什麼 而贊助商 你不要只以為 他們是看你的影片 也要看你的留言 有人喜歡你 就自然會有人不喜歡你 亦都是開Youtube頻道 在其他的藝人 是嚴重一點的 例如江門米線 那些 或者其他女演員 我相信 有些人都不懂 如何管理自己的情緒管理 但你這方面 應該是做得很好 看看你自己的婚姻狀況 已經知道你管理得很好 還有 亦都有一個自嘲 譬如說 人們笑你 黑面 你可以找一集 說一下演技這件事 如果網友不喜歡你 那天晚上 很多人因為 萬千星輝頒獎典禮 的黑面 其實是喜歡你 夠真 你可以自抄一下 有一個胸襟 其實人們都喜歡 都喜歡這件事 如果我那天不是這樣的表情 我現在當作演技 你們喜歡我什麼表情 然後你在鏡頭面前 就扮演不同的表情 鬼鬼馬馬 這些都是很喜歡的 那些網民 來到第十個建議 就是 今年你開始經營你的YouTube頻道 相信是挺辛苦的 由於始終他是一個新的媒體 在2022年 任人年 就是添合地沖 那天干 榴槤的天干 就合了你自己 然後地支 老虎連 會沖了你的月柱 即是中間月份的柱 其實是非常好的組合 它全部都趕走你的技神 所以你現在 在這一年 就辛苦去經營你的頻道 儲一下人氣 去到年尾 又一次萬千星輝頒獎典禮 就成為你人生的另一個高熱點 你好好把握這個機會 2022年是你的世界 因為它全部都是用神 自己走過來幫助你 所以你好好利用這個2022年 非常好的笑頭 到時你沖的意思 是movement or change 沖有好有不好 改變是有好有不好 當時應該就是 可能你要內地 香港兩邊走的情況 有工作的轉變 多了job 你的八字很容易看到 當然我知道你也是有高人指點 但我只不過是花生油 也是你的鐵粉 我都很希望 預祝你神禁祖 就超過這十萬的訂閱 成為香港娛樂界 一個傳奇 女人當自強 如果大家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給like 分享 以及告訴Yoyo 我現在在說他 擺明就是抽水的 但不要緊 如果我可以越說 你越受歡迎 這件事是甘心做的 記得看完影片 給個表情符號 以示支持 我們一提前進 好嗎 OK 拜拜